第一题,第一题到第十题是是非题,请我们判断题目内容的叙述是否正确,其中一到四题,五到六题,七到八题,九到十题,总共有四个题组,第一到四题的题组,如右图一,若甲乙两灯泡的电阻分别为R甲,R乙,且R甲大于R乙,则若流经甲乙两灯泡的电流分别为I1,I2,则I1小于I2, 我们看到甲乙灯泡两个的连接方式是串联,我们想到串联的时候,电流大小是相同的,总电流等于分电流,所以电流大小应该是I1等于I2,所以这些答案呢,我们选的是X,它是错的。